上个月,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教育主管部门关闭学校的计划一直备受争议 然而,近日芝加哥公立学校又宣布一项解雇老师的计划 855名教职工和100名行政人员在新学期来临前 将会失去他们从事多年的工作 而这再次引起了当地民众的质疑与不满 芝加哥公立学校对此表示 之所以一次性解雇近千名教职工 主要是因为目前经费缺口高达10亿美元 在新的财政年 芝加哥公立学校还要支付至少6.12亿美元的养老金 而解雇老师的计划可以在新学年 节省207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 很多当地民众则认为 即使是政府真的缺乏资金 也不能总在老师和学生身上打主意 上个月一次性关闭50所学校 导致27000名学生被迫转学 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校的过分拥挤 现在又一次性踩掉近千名的教职工 这不仅会给老师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 同时还将再一次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 造成教育资源的过度紧张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成功能 没有改变成功能 或者任何其他改变成功能 和它们继续研究成功能 所以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成功能 是继续了一种改变的改变 肯尼斯·索特曼教授长期从事公立学校教育政策的研究工作 他还对芝加哥教育主管部门结雇老师的理由提出了质疑 据当地媒体报道 芝加哥公立学校计划要削减5200万美元的开支 因此会导致更多老师失业 目前芝加哥教师工会正在寻求解决办法制止这一计划的实施 然而到底是否能保住这近千名老师的工作 目前还是未知数